各位联友,念佛平安吉祥,南无阿弥陀佛 你们看看师傅今天哪里不一样 我多了一个道具,对不对 你看,这个啊 为什么拿小朋友的听诊器 拿小朋友的这个,你看针筒呢 因为啊,师傅今天只不过是全冲客串医生 当一次我们这个大医王最小的小助理啊 我们以这个净土法门的立场 来把我们这个可能会产生的病症 套用人间专业的这个病症名称来用 然后来解释 所以这跟这个专业无关哦 你们千万不要用专业的角度呢 来指引师傅 我们是借用 好,就是因为大家都听过嘛 我们这个37年有讲 我们人的心呢 至少有三种 哪三种啊 一个是我们这个父母精血所成的 这个叫肉团心 就是我们人说的心脏嘛 对不对 那人间的这个医疗指的就是心脏专科 第二种心是原律心 就是我们人凡夫自以为意识 感觉判断等等 其实这是第六意识的心 原律心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佛性 真如妙心 在30系列里面 有给他称为灵之心 那今天我就是要套用我们人间肉团心 这个心脏疾病的名称 来解说我们这颗原律心出了哪些毛病 这是今天的一个主题 我把今天的大纲跟大家说一下 师傅大约把我们这个病症 心的这个病症分成六种 当然是第一种是最严重的 第一种我称之为这个缺血性的心脏病 你看心天工学不足 那对我再说明一下这六种病症 我都会说明他的病的名称 病症基本是什么样子 还有病患代表 那最重要要怎么治愈他 对不对 最后每一种病症都有个结语 这六大类第一个叫缺血性心脏病 这种就是毫无善根的人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病患代表 那根据病患代表痊愈 我给他下了一个治疗这种病患 要用什么疗法你知道吗 闪电惊吓疗法 因为这种重症的没有善根的 根本不信三宝的 你没有用这种疗法治不好 那我今天举的两个病患代表 都是这样给治好的 第二种病症叫做先天性心脏病 这个其实跟第一种差一点点 只是它稍微好一点点 那这个我今天也找了两个病患代表 那要怎么治疗好 他们都必须等到 已经非常严重了 灵命中前了 那透过旁边的亲属或善知识 给予极度的劝导 然后佛立家执事下才愿意念佛 好所以第二种 这个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治愈疗法就是要等到 临终业力现前了 然后靠这个眷属的劝导治愈的 第三种 冠状动脉阻塞 这种病很多人有啊 对不对 我们也常听到 因为人间很多人患这个病 阻塞是什么意思呢 想不通嘛 你塞住了 给自己射了好多的条件 那今天的这个代表呢 很有代表性 因为他那个就想不通嘛 我没有皈依 我不能去极乐世界 听人家说的 那么我的这个心里放不下家里的事 不能去极乐世界 第二个阻碍来了 第三个呢 我的心还有烦恼 不能去极乐世界 那这样谁能去啊 第四个 这个我死了以后 我儿子说一定还要杀猪 听说 这个为亡者杀猪 杀生 也会阻碍亡人极乐世界 又给自己一个阻碍 对不对 然后呢 嗯 种种的这个阻碍 产生了灌状动脉的心脏病 这种很危险 那这种呢 要开刀治疗 开刀 就是换思想啊 要怎么换 要靠 遇到善知识 或者听闻开示以后 转换他的念头 思想了 这个阻碍通了 没有阻塞了 病就好了 所以今天这个病病患的代表 很有这个代表性 等一下注意听 第四种心脏病 心律不整 哎呀 所以现在普遍很多人都说 有心律不整的毛病 心律不整在我们净土法门 来看是什么呢 杂行杂修 为什么你知道吗 真正的心脏啊 它是那种电流 那个讯号 必要统一的 你这个健康的心脏是要这样 很规律的 很一致的 这个电流 让你这个心脏维持健康 那杂行杂修就这样 一下子这样 我来持个咒 啊 一下子呢 啊 我来送个金 一下子我来拜个颤 一下子我来做什么 这个讯号一下这样 一下这样 讯号是不规律的 所以产生了 心律不整的毛病 这个也有 代表 等一下我们再讲 第五种呢 是心计 心计呢 就是说原本 一向专念念佛念得好好的 突然间某一天 网路上看到某一个影像 哎呀一看不得了 我失去信心了 那我还是不要专念佛好了 我应该再多加点什么修行 否则呢 我往生无望 或是某一个连友来了 他是圣道法门修行了 跟他讲个几句话以后 信心动摇了 产生了惊吓 原本念佛念得很好 一向专念 这时候心计呀 这个人家的话啦 影片的种种 就产生了影响 然后对佛 失去的信念 对念佛失去的信心 这个叫心计啊 这种毛病的人也很多 那第六种心脏病呢 称之为高血压心脏病 这个呢就给自己 压力太大了嘛 定太高的标准嘛 我得念佛念到功夫成变 我要念到一心不乱 我要念到临终保持正念 我要念到一天念三万声以上 我要念到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哇 这个压力大到不行 因为不了解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呢 这个无端的给自己增加这么大的这个压力 那我们都知道高血压怎么办呢 吃酱压药要吃药对不对 吃药当然在我们这个念佛法文来讲 就是要念佛还有另外一个药要吃 就是要听这个开示 要听正确的解说 阿弥陀佛本愿的开示 来化解这些不正确的压力 这个六大类 好 那我们讲完这六大类的病症之后 师傅阿弥陀佛告诉你 在净土法门 这个我们也有CPR 你知道吗 也有这个电疾 这个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这样 很多人的人送到医院 为了要急救 这个在上救护车之前 很可能我们都先给他这个CPR 让他心脏能够恢复跳动 对不对 然后到了医院再没办法 就是开始电疾 让他心脏恢复跳动吧 那我们净土法门的CPR是什么 就是他已经往生了 那怎么办 念佛基 念佛基是CPR 那我们净土法门的体外电疾是什么 助念 对于生平不信佛 没有念佛 没有一向专念的人 念佛助念 这个时候就跟电疾救他一样 我们要把他救活 法身会命给救活 让他可以往人极乐 所以呢 这个还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净土法门 有这两种急救方法 那最后呢 我们当然讲 那健康的心脏 在净土法门来讲 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啊 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代表 这个老菩萨 了不起 我们以他来作为健康心脏的代表 好 最后师父要告诉你怎么保养心脏啊 是不是 不管你现在心脏是不是有哪一种病症 都没有关系啊 我们都可以治疗嘛 也要保养 所以师父最后要告诉你怎么保养心脏的方法 然后呢 再做一个总结 就是这个念佛 实在是真的是太好 你们要知道 每一生意念 你每一生成名 每一个意念 你都得到佛的加持 而佛的加持是全面性的 这是我们凡夫想象不到的 什么叫全面性的 比如说 当我们开始 一向专念念佛了以后 由于佛力的加持 我们业障消除 有的人他会突然间自己发现要吃素 有的人他突然间转变了他不好的个性 有的人他突然间可以改掉他某一个坏习惯坏习性 有的人他心中的郁节 放不下的仇恨 或放不下的心结 突然没有了 打开了 那也有的人因为念佛的之后 他能够更加的去断恶 修福修善 或是更加的能够促持重戒 比如基本的五戒 促持重戒 那这些都不是我们凡夫自己的力量 都是因为佛力明明之中的加持 所以今天师父在这里还有结尾都要再强调一次 念佛对于你的护佑对于你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你每一句佛号都有无量的功德 你每称一次佛号 你每意念一次阿弥陀佛都得到无上的功德 得到全面性的一个加持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这个开始的大纲 好我们现在要进入主题 来先看一下 你呢是不是第一个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病人 我相信各位这个我们的联友不是啊 你们都是有信奉三宝 也基本上都是相信阿弥陀佛愿意念佛的人 但是呢我们以这样的例子呢 来看看周围确实有这样的病患 这样的人他就是先天业障比较重 他对于三宝都不信仰 那更黄论说对于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愿力 那我今天呢 举出两个病患代表 还我说这个要治愈要靠什么 闪电精神疗法 这两个都是讲给治好的 好我们来讲第一个病患代表 这个病患代表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农村的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一个老法师讲出来的 说在他们的四川紫童县真实的故事 有一对四十岁左右的这个夫妻 有一天太太回家非常的高兴 跟这个先生说 哎呀哎呀我告诉你 我得到一个大宝了 这个先生呢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这个病患啊 是一个根本不信凤三宝 很没有善根的人 他心里想 哎呦是不是得到了什么 可以赚钱发大财的这个好方法 他说你得到什么法宝啊 他说我告诉你 我听人家说了 我从此以后呢 我们要开始吃素念佛了 哎呀他最先是一听心里老大 不开心不高兴 吃什么素念什么佛啊 他就想尽办法 要阻碍他的妻子吃素念佛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哎 我们呢夫妻两个是一口锅造吃饭的啊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吃肉 你要想办法做给我吃 他这个妻子说 啊没问题 那个一定给你准备好好的 所以这个他这个妻子呢 就先把他丈夫这份昏的这个饮食给做好 然后他自己做一份素的 他先生心里打定主意要破坏他吃素跟念佛嘛 所以呢他看到太太素的饭菜做好坐下来要吃 他就故意把这个猪油淋一瓢下去 哎你吃不成素了吧 而且呢口很坏 故意说吃肉的没罪做肉的有罪 就是要故意让他太太呢 刺激他 吃肉的没罪 做肉的有罪啊 就是煮肉的有罪 然后呢 讲了很多次之后 他太太真的没办法 就暂时不吃素了 他这先生一看 哎哟得逞了 你知道吗 终于阻碍了他这个吃素 那么现在我要想办法阻碍他念佛 他呢心里想 可是这念佛很难阻碍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我怎么阻碍 所以这一般人有这个错误观念 就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啊 也是一般不懂阿弥陀佛 本愿有人会这样想 他说好 那么我就让他不做善事 我让他做恶事 看看他不吃素 做恶事 只有念佛 阿弥陀佛还要不要他 他先生心里这样想 所以他就打定主意 要破坏他念佛 他想了一个什么坏点子呢 他就故意去做起 杀猪的这个行业 而且呢 他杀猪 他故意叫他这个妻子 要按猪的腿 好 因为他妻子都念佛 对不对 好 他就故意 他要杀猪 妻子按腿 然后呢 他还故意说 杀猪的没罪 按猪腿的有罪 他妻子刚开始的时候啊 哎呀 听到这些话 心里能撕干裂肺一样 很痛苦啊 他后来呢 就不再念佛了 所以往后只听到 他们家只听到杀猪的惨叫声 取代了太太的这个念佛声 他很得意 他想 你看 你不能吃素了吧 你不能念佛了吧 好 那么这个妻子也就这样子 跟着他过了这个 他杀猪 他按猪腿的这个生活 过了三年 三年后 某一天 他发现他这个妻子 把这里里外外打扫得 非常的干净 棉被什么都洗过了 像个大过年 他又会拿到妻子 他上来看不起他妻子 我说你干嘛 你要 你要做什么 他妻子说我要回家 他说你回什么家 你娘家的人都没有了 你家就在这里 你回哪里啊 他说我 告诉你 我回的家不是你说的那个家 我实话跟你讲 我要回阿弥陀佛的家了 他说你这个人 真是坏透了 你想尽办法 破坏我 念佛 你还故意 杀猪叫我按猪腿 我心里想 你这个人不知道坏到什么程度 所以呢 我就不在嘴巴上念佛 可是每一次呢 我按着猪腿 我心里就拼命的念佛 而且我跟佛祈求说 佛啊 我业障身重啊 我没有办法救这个猪啊 请阿弥陀佛 你接引这个猪到极乐世界去吧 他心里就不断的这样念佛 他说 三天后 我就要回极乐世界了 而且呢 你杀的每一头猪 全部都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 都往生极乐世界了 他们为了感谢我啊 三天后都要跟着阿弥陀佛 一起来接我 他说先生没善根嘛 缺血性心脏病的人 对不对 他根本不信 他瞧不起这个妻子 然后呢 他就真的像电视剧演的一样 去摸他额头 你发烧 头烧坏了 是不是 啊 你说这什么话 啊 你说你三天后 要回极乐世界 连猪都要来接你 他根本不信 他不信之外呢 还出去跟这个左邻右舍乡村嘛 跟人家到处宣扬说 我太太 这个脑神经有问题 脑子烧坏了啊 还说他三天后 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然后说那些猪也都去了 说要来接他了 哎 到了第三天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 这个先生一起床 首先闻到很奇妙的香味 他这时候轻微的吓到 我们说这个治疗方法 要闪电惊吓 轻微的吓到 心想 有一点那么有一点点 难道我太太说的是真的吗 他从来不相信他太太说的话 好 那么他因为四处去宣扬了 你知道乡下人 很多的人就好奇啊 哎 假装走过他们家 从门缝里偷看 假装走过他们家 而爬在墙上偷看 就看看说 这个杀猪的太太 按猪腿的这个人 真的能往生极乐世界吗 好 他这太太就很自在的 梳洗整理干净 就搬了一张凳子 就在门口坐着 他知道外面很多人要看 就故意要给他们看 就坐着 他念佛念了十几声 念了十几声而已 就宏光满面的走了 十几声就走了 这个时候 产生了一个效果 他这一则真实的 这个感应 这老法师的感应 怎么形容呢 他说这时候像一道闪电 闪进了这个 杀猪的人的心里 为什么 他说 我太太说的是真的 那真的有佛的存在 那么 那么就是说 他开始去照出 他说那 我一直在杀猪 我一直在破坏我太太念佛 我一直在做这些毁谤佛的事情 那我怎么办 有佛那就有地狱 那我会下地狱 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他的善根因缘成熟了 他转念一想说 可是你看 我太太也没吃素 我杀猪他也按猪腿 他这样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那么我应该也可以去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善根的人 在这个时候 这一道的闪电震惊 真的产生的作用 治好了他的这个 缺血性心脏病 这个时候血液充足啊 是不是 这颗心脏健康了 他的念头健康了 正确了 他知道说 真的要念佛 能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说 那我要念佛 我要跟老婆 跟着我老婆一起去 这个呢 是第一个病患代表 那这个代表呢 我觉得这里一个结语啊 我说治治疗好的方法 一个结语是什么呢 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他是不舍弃任何一个恶业众生 这样的一个恶业众生 想尽办法破坏人家吃素念佛 毁谤杀猪的人 阿弥陀佛都可以救度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么第二个病患代表 也是靠闪电经下疗法 给治好 这个呢 这个代表呢 是一个女众 她呢 是自己的这个 就是嫁到这个 南方家 她先生啊 的这个姐妹 因为生重病的时候 被观音菩萨给治好了 所以从此呢 就信佛啦 刚开始修圣道法门 那她得到好处 回到娘家呢 也劝自己的妈妈 也劝自己的这个兄弟 弟妹来这个修学佛法 后来呢 她又接触到本院念佛法门 所以呢 也回到娘家 大力来这个宣扬本院念佛法门 也劝他们一心一意的念佛 那这个 她这个婆婆 就是这个病患的婆婆 先生都非常的恭敬佛 也一心一意的念佛 那这个病患呢 她什么样的业障呢 她原本有跟着念佛 而且她原本真正的 有那个世间的那种高血压 这些毛病呢 念佛给治好了 可是她业力现前 她突然间就不再相信佛法 也不相信佛 不念佛 不恭敬佛 而且呢 对于她的婆婆 不敬 对于她先生拜佛 她婆婆念佛 非常的看不起 瞧不起 有一天 她看到 她的先生又在佛堂拜佛 她的婆婆又在念佛 她心里一肚子的火 压抑不住这种愤怒 看到她们念佛拜佛 非常生气 好 就在她走出门口 她一生气要往外走 这个脚才刚跨过门槛 哎 叶力现前 这个惊下来 惊下来了 她自己怎么样叶力现前呢 她说 有一口这种像锅盖一样的 一个铁的一个东西 黑的东西 把她头整个罩住 整个罩住之外呢 她又看到一团 三十多公分直径的 一团黑影 这黑影很可怕 黑影的四周围都是脚 黑影有血盆大口 然后黑影呢 就朝她不断地走过来 她在这种惊吓恐惧之下 就开始喊救命 她喊她先生名字说 快点快点来救我 我要被这一团黑影的血盆大口 给咬死了 好 那她先生他们都是善良念佛之人 听到这个太太的呼喊 赶快到门口 把她太太扶进了佛堂 然后跟她说 你赶快串回你的罪业吧 你跟着我念几声佛 在这个时候 这个太太跟着她先生 念了几声的佛 然后她先生呢 又赶快拿了一杯水 念了几遍的这个大杯咒 这个变成大杯咒水 让她喝下 她形容说 这个时候黑影有变小 变远一点 就离她远一点 有变小一点 但是没有消失 那这个乡下人你知道吗 很多人 哎呦 这家发生的奇异事件 突然间有这样子的事情 就七嘴八舌 乡下人都说 哎呀 你要找这个非仙姑姑去治疗 就是很多那种被精灵附起的 会替人治病的 但是还好 他们这是个正信佛教的一个家庭 因为婆婆先生都在念佛拜佛之人呢 有这个正信佛佑的一个力量 这个病患呢 她没有想到要找这个仙姑去治疗 而想到了劝他们念佛的大姑 所以呢 在下午就赶晚这个大姑家 结果这个大姑呢 也刚好听说了 她自己弟妹产生这个状况 也刚好要赶过来 然后这个大姑赶快把她扶到佛堂 她说你知道吗 你因为今天呢 是在念佛拜佛正信的家里 要不然你就下地狱了 你被你的业障拖着下地狱了 你要赶快忏悔 你要知道你是阿弥陀佛的孩子 虽然呢 你不念佛 虽然你忤逆了佛 你还毁谤 但是阿弥陀佛都没有舍弃你 他一样在等你 在救拔你 然后他因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宵夜了 他的善根显发 他就在大姑的陪伴之下 在佛前发了这个愿 这个愿你们要听看看 他说 我从今日起到我生命最后一刻为止 我一心依靠慈父无条件的救度 我紧跟着慈父走遍十方世界 永不退转 请十方诸佛 为我作证 如有半句谎言 请天地鬼神或成或法 他就在佛前 发自内心的志诚恳切了 发了这个愿之后 他一说完 那个黑影消失 刚才不是说 他在他们家的佛堂念了几身佛 还有他先人给他喝的这个大杯咒水之后 黑影变小变远可是没有消失 可是就在他在佛前发了这个愿 这个愿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一向专念 师父不是常说吗 从现在开始到你生命最后一口气为止 你都坚定不移的 称赞这句佛号 相信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 他接着还有发愿他的未来 他未来要跟着阿弥陀佛 往十方世界永不退转 发了这样的一个愿 他的业力丸马上消失 马上消失之后 当然他往后就是精情的念佛 这个呢 是我今天找的这个第二个病患代表 因为呢 你们说他也是这个闪电经下疗法给治好的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假设没有这种业力那么可怕的 现前 他有机会忏悔 有机会再去念佛吗 但是一样的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再深重尊业的人 还是就吧 好 这是第一个病症啊 就是缺血性心脏病 两个病患代表 好 我们讲第二个病症 其实第二个病症跟第一个病症 有很雷同的地方 都属于善跟浅薄 业障深重 这第二个 我们称之为先天性心脏病 用这个名词来代替 因为就是上天浅薄 根本不可能接受念佛 不相信阿弥陀佛 甚至呢 还骂家人念佛 有两个 这个代表 师父呢 把他们的这个情况呢 说给你们听 这两个代表都一样 在什么时候治好的 都在生命的最终 因为旁边眷属的一个劝说 才治好的 第一个代表呢 他就是写这个人呢 是写这个感应的人的父亲 他说他的父亲呢 从来不信佛念佛 他的母亲念佛 可是他的父亲常骂他妈妈说 阿弥陀佛给你饭吃啊 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他形容说到生命最后 就是他爸爸去医院检查 一直腹泻检查 已经是肝癌 就是肝上面已经长满了癌症 也就是已经没有办法 他们都知道说 大概只剩很短的寿命 所以他这个女儿信佛 就找了这个净土法门的 这个法师呢 要来给他父亲念佛 可是你知道到了生命的 已经到了最后了 这个法师一来 他这个父亲非常的生气 他说我不信这个 你走 对法师非常没礼貌 但法师很慈悲 也了解 这是众生的业力 他呢跟他说 老人家 这个时候啊 更要念佛哦 阿弥陀佛才能救我们哦 然后这个法师就坐下来 表面呢 是对这些家属讲开示 其实呢 是要讲开示 给这个 他父亲听 然后父亲这个时候 还没有听进去 他就是一般的凡夫 所以他还有儿子在国外 他跟他儿子通了电话以后 他知道说 这个儿子赶回来 还要几天 他心里清楚 我可能见不到这个儿子了 他心里很失落 然后这个学佛的这个女儿呢 非常的孝顺 他一直在病床前念佛 而且呢 就是一直念佛 回上给他父亲的 冤亲在主 一直心中跟这些冤亲在主说 祈求他们 不要障碍他父亲的往生 他把念佛功德回上给他们 然后就在他父亲打完电话 没有多久之后 他父亲眉头就紧皱 然后这个嘴巴一直念 是谁是谁是谁 然后女儿知道 一定是冤亲在主现前 所以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 你是不是看见冤亲在主了 别怕 别怕 咱们有阿弥陀佛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 你跟我一起念佛 你要知道 这个是生命最后了 他这个时候 他父亲没有力气 南无阿弥陀佛 他爸爸没有办法念六个字 他爸爸就在最后一个佛字的时候 佛就跟着念 只念了十几声 念了十几声之后呢 他父亲呢 就往生了 这个时候还有业障 这个时候 这个写这个感应的作者的 哥哥跟亲戚冲进来 要请医生急救 你也知道这个时候的急救 就一般讲的电极种种的 但是因为他们念佛 在他们决定要急救之前 他父亲就呈现了死亡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急救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就跟他一个学佛的姐姐 跟他自己的女儿 还找了两个联友 在医院 帮他父亲念佛 念了七个小时 他形容说 念了七个小时之后呢 他的父亲 嘴角是微笑的 然后这个顶门呢 是温热的 然后 父亲就办护士了 往生后一个月 他梦到他父亲 他梦到他父亲呢 年轻了二十岁 因为往生的时候快 这个九十岁了 那看到他父亲 那个样子 大概只有七十岁左右 而且现出家人的像 穿的是出家衣服 是冬天的出家衣服 然后 那个地方呢 他说在一棵树下 周围非常的香 他说这个香味呢 有一点点像桂花 就是很香的香味 然后他跟他爸爸 坐在那儿 一点也不冷 他爸爸跟他说 这里向来都是这么香的 然后他就醒了 那他是一个信任念佛的人 所以他说 他相信他的爸爸 一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 因为极乐世界才有这么美妙的异乡 那这个例子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没有善根的人 先天性心脏病 但是就像观无量寿佛经 所下评往生那三评所形容的 在临终最后的时候 十生佛号 而且他还没有念六个字 他只有最后一生念佛 然后加上他的女儿 他们帮他住念七个小时 这样也往生了极乐世界 佛慈不慈悲 我们来讲第二个例子 也非常的雷同 第二个病症 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这个病症 也是一个从来都不信佛的人 那么他太太念佛 他也骂他太太 可是太太很有心 他知道他先生很没有善根 业障很重 所以还把先生的照片带到佛寺 就用他先生的照片去归因三宝 就希望 他希望说三宝加持 有朝一日他先生能念佛 他是这样祈求 三宝加持 有朝一日他的先生能够念佛 就在他这个先生要往生的前几天 他是摔倒 摔倒非常非常疼痛 那一般人就是喊爹喊娘嘛 因为也没有念佛 这时候他就借机来引导 他说你这个时候喊爹喊娘没有用 你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才能救你 所以他在这种已经极度疼痛之下 很勉强的念了三生的南无阿弥陀佛 就念完之后呢 就入睡了 也表示说他应该没有疼痛就入睡 隔天他们送他到医院之后 他就没有疼痛 到了医院的第二天 第二天的下午 这个太太 这个心里有一个想法 她想说我回家呢 到佛堂呢 再去求求佛加持 让他这个先生呢 能好起来呢 也能够再陪他呢 念佛念几年 这是他心里的打算 但是就在他打算回家 这样求的时候 他先生在病床上跟他摇摇手 意思就是说 我要走了 你不要回去求了 我要走了 结果就在他跟他摇摇手不久 就断气了 你看 从他摔倒 念了三声佛 到医院两天 好 就走了 那这样的人 能往生吗 他有很殊胜的往生 瑞相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第一 因为他们要办丧事嘛 那一定有方法的照片 那当天 家人 家人都看到这个照片 放光 很多种颜色的光 第二天 这有一些居士到他们家里来住念的时候 所有的居士 看到这个照片 放出了白色的光 蓝色的光 粉色的光 绿色的光 黄色的光 放出种种的光 不是只有这样 他们当然这个遗体都是冰起来嘛 结果呢 他们要把遗体拉出蓝精冰了三天 第一个 所有的人都闻到弹香味 香味 第一个是香味的瑞相 第二个 冰冻的身体 全身柔软 全身柔软 第三个 冰冻 拉出来的遗体是面带微笑的 看起来跟火人一样 第四个 这是很特别的 他的头上 竟然 长了一个带绿叶的白色莲花包 带绿色叶子的白色莲花包 然后 就去火化 火化 那天晚上凌晨 四点多的时候 他这个太太呢 眼睛一打开 看到他 先生穿着大红袍 站在半空中 非常非常的欢喜 看着他 师父为什么选 看到这个例子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呢 第一个 他真的是一个 没有善根的代表 对不对 先天性没有善根 业障身厚 就在他太太 虔诚祈求三宝加持 他的先生有朝一日 能念佛 之下 往生前 只有短短的念佛 加上助念 竟然产生这样 不可思议的往生瑞相 这是笃定往生西方 所以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对于 这样子 没有善根的人 都接应往生西方 何况你我 好 这是 这个 先天性心状病 第二个病例 好 我们来讲第三个病症 这个病症 我们比较多人有 冠状 动脉阻塞 我今天找的这个病患 因为他的这些 阻塞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 跟他阻塞的地方一样 所以呢 拿他来做一个代表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阻塞要怎么样治好 他这个 这个人是一个 很辛苦的人 夜暴很重的人 怎么讲呢 他往生的时候 已经72岁 而且是 罹患了 癌症都扩散了 重点是 他这一生 因为近亲的结婚 所以他生四个小孩 除了老大这个儿子 比较正常一点 之外 其他三个都是智障 不是只有智障 这三个手脚都有问题 智障加上残障 所以他们智力有问题 生活不能自理 所以他一辈子很穷 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 那 网生的 网生的这个72岁这个时候呢 等于这么贫穷生活 窘况之下 又被医生宣告了说 你已经都已经扩散了 他心里非常的烦恼 他烦恼什么呢 那我走了以后 这三个智障的小孩怎么办 还有他太太没有工作 他说他们以后要怎么生活 然后呢 他把这个唯一还有点正常的儿子叫过来 想说我要走了 我总是要与你交代 他只交代他三个事情 他说第一个 我死了以后呢 你不要杀身哦 第二个 你要帮我找莲友来帮我念佛 第三个 你八个小时不要动我的身体 他只不过跟他交代这三个事情 你知道这个儿子怎么回答他的吗 他说如果你死了 我不杀猪 所有全村的人都会笑我 我怎么可能不杀身 那其他两个更不用讲 所以你想 他痛不痛苦 烦不烦恼 拖着这样的一个病体 然后想着未来 他的妻儿的生活 没有着落 然后想自己的后事要交代给 唯一还有一点正常的儿子 这个儿子竟然这样回答他 所以他带着满腔的烦恼来找 一直帮他治疗 没有给他收费 而且劝他心愿念佛的这个医生 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跟他吐苦水 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人很失败 因为我很耿直 所以我在官场也得罪了不少人 只做一个小小的官 一辈子生活困苦 被人看不起 我现在要走了 唯一的心愿 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都没有办法 他为什么觉得没办法 以下就是他的冠状动脉阻塞的地方 第一个 他说我听人家说 没有归一 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看我现在这个身体 病苦成这样子 离我们家最近的佛寺 四五十里地 我根本走都走不到 我这辈子是没有希望可以归一了 第二我听人家说 如果我家里的事情放不下 我不能往生西方 你想想我妻儿这种状况 我能放得下吗 第三个我听人家说 如果这个烦恼一大堆烦恼还存在 不能往生西方 他说我现在这么烦恼 你叫我如何不烦恼 然后再来 他说我听人家说 往生后如果杀生对亡者有影响 我儿子说一定要杀猪 那我岂不是去不了西方 所以他把这几个烦恼 来告诉这个医生 他非常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不安 那么治疗这样的病症 要怎么样治好 答案就在下面 善知识很重要 听开是很重要 怎么劝导他很重要 你要怎么劝导 把他这个阻塞的地方给融化掉 让这个血液能够畅通 就看你怎么讲 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写这个感应的人 我很赞叹他 他很了不起 他说的非常的好 假设不是这一番话 这个人真的要堕落 去不了西方 他这样跟他讲 他说某某啊 你看从我跟你说 阿弥陀佛之后呢 你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你一心都依靠阿弥陀佛 你一心想去西方啊 那你看经典里 说那个下评下生 念十生都能去 都能蒙阿弥陀佛接引 你是一定可以去的 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骗你的 你放心吧 他说阿弥陀佛没有要求我们 要放下 除非没有人的感情 你怎么现在可能放得下 对你这个妻儿的挂念呢 那么我们是凡夫 怎么可能没有烦恼 阿弥陀佛也没有 说我们不能有烦恼啊 然后呢 也没有说 临终的时候保持正念 只要你一心相信 你临终能念就念 就算你不能念 阿弥陀佛也决定来接引你 然后又再一次 把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本愿 再强调一次 再跟他讲 让他明白说 念佛在你 往生靠阿弥陀佛 往生靠阿弥陀佛 然后这个医生很慈悲 他跟他讲了 然后这个居士呢 就比较心开意解了 就比较放心 你知道一个恐惧不安的人 很需要别人给他力量 别人给他安慰 他安慰得多好啊 他除了这样 他又找了五六个联友 到他家里 给他念佛 他知道他寿命已经到最后了 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佛号 所以 祝念对于这种 自己往生觉得不定的人 特别特别的重要 好 那么这五六个联友 很慈悲的帮阿弥陀佛 就在大家 祝念生中 这个人往生了 往生的时候 是什么样貌呢 他形容 面带微笑 两颊为红啊 光亮 滋润 非常的好看 那有认识这个人 有人不相信说 我还不知道他嘛 这样的人你跟我说 他往生极乐世界 我才不信呢 所以他往生二十小时之后 他们再去看他 就是这个不相信人 再去看他 发现他除了那么好看之外 他全身是柔软的 所以这个不相信的人 这个时候也信了 所以原来这样的人 真的也能够蒙阿弥陀佛 接应往生西方 这例子的 师父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一般人 我们都会有这几个 这个血液当中的 冠状动脉的阻塞啊 会认为 我们没有放下 不能往生西方 我们有烦恼 不能往生西方 我临终没有把握 我没有正念 不能往生西方 那他多两个 就我没有皈依不能往生西方 我我往生以后 因为我儿子杀猪 为我杀生 我不能往生西方 统统没有这些条件 师父用这个例子 要告诉大家 没有这些条件 不要有这些阻塞 要彻底了解 阿弥陀佛的本愿 他就是要用佛号来救我们 只要你一向专业 你一心靠佛 决定往生 这个是冠状动脉主塞的这个病症代表 好 我们来讲心律不整 我说过了心律不整 刚才说的是什么呢 杂心杂羞 你知道吗 真正的这个 我是有去查资料的 就是心脏要很精准的电流 来控制我们心脏的跳动 那么这些电流很精准 所以不能有杂音 杂讯 你们都知道 这个一般 这个医生帮人家治疗的时候 对不对 就像来听听你的心脏 我听心脏 这个跳动有没有正常 有没有杂音 有没有杂训 杂情杂羞 就是杂训 你一下修这个 一下修那个 你没有一项专念 在净土法文的立场 来判断你的病症 你就是心律不整 那心律不整 怎么办 心律不整 要 靠做手术换观念 我们讲的做手术 就是说你要换观念 我今天举这个例子 是他这个心律不整的毛病 有治好的一个人 那因为这个例子也很值得提 他里面其实除了心律不整 也带了一点点 心脏冠状动脉阻塞的一个病症 我说给你们听 他这个人呢 是个有善意义的人 他呢 送法华经 二十年了不起 送二十年 然后呢 也经常就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情迷送法华经 所以很多人呢 家中 有人这个要祈福啦 甚至家中有亲友往生啊 都请他来送法华经来回下 是这么一个人 那么 有一天呢 有怜有劝他说 哎呀 你送一送 佛说无量寿经啊 你念 那么阿弥陀佛啊 非常的好 但是他这首姻缘 还未到 他心里很摇摆 他心意不决定 阿弥陀佛很慈悲 也是他有善根 他亲自了 梦到了 阿弥陀佛对他微笑 所以他梦到阿弥陀佛 对他微笑之后 他就下定决心 他放下了 送念法华经 他开始改送 佛说无量寿经 他一天念三部 佛说无量寿经 其他的时间都念佛 那他很有福报 他是一个 就是 可以清修的人 因为家里的事情 不用他担心 他的儿女都很孝顺 然后经济也都很 可以 他只管自己修行念佛 可是 他有这些症状 就是我说的 这个 心脏的这个动脉阻塞 他的这症状 我们更普遍有 他觉得 我业障深 妄念多 烦恼重 我心不清静 所以我恐惧 我不能往生 你再说一次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 自觉我业障深 我烦恼很重 业障很重 妄念很多 我心不清静 所以我恐惧我不能往生 他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到后来 他听到了 这个开示说 这个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 决定得生的这个开示 而且他也接触了 阿弥陀佛本愿的这个书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把心安下来 他才把他的之前那几个病症给治好 他才笃定说 那么我只要念佛 我一定可以得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接触到这些 这个开示 跟这个书本之后 他才决定一心一意的念佛 好 那么一心一意念佛之后呢 他有受这个过去生果报的病症的现前 就是什么样的病症呢 他经常会昏倒 但是因为他只有信心具足 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 他仍然继续念佛 那么在往生前半个月 他就交代他儿子了 他说我往生西方以后呢 你们都一定要吃素 不可以有婚食 而且不准收任何钱 好 就是不准去收这些电仪的意思 半个月前就交代好了 他往生那天非常的殊胜 因为他大概预知实质 他往生的前一两天 他自己又搬到五楼 那那个是在我们农历过年的这个当天嘛 那天早上清晨 他首先他一个孙子呢 拿这个元宵上去要给奶奶吃 他看奶奶呢 坐在沙发上手拿着念珠 所以他以为奶奶在念佛 就不敢惊动他 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九岁的孙女来找奶奶 发现这个奶奶拿着念书 眼睛闭着好像在睡觉 坐在沙发上 所以呢 他只拉了一下 奶奶手说奶奶 去床上睡 到了中午十二点 媳妇上来了 发现说这个婆婆呢 手上拿着念珠 坐在沙发上 喊她也不应 看起来好像在熟睡 所以呢 他就把她扶到床上去放平 一直到他的儿子回来 他儿子一看 他的母亲已经走了 而且发现他母亲的这个炉子上啊 本来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煮的牛奶 那个牛奶呢 都已经烧焦了 所以证明说应该是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坐着往生了 那么 坐着往生之后 当然还是念佛的人 就是这些孩子呢 应该有尊重 他母亲这个遗愿 就是吃素等等 那往生四天以后 要去火化 往生了四天哦 他的身体 是软绵绵的 柔软如面 其实他这个 我看到他这个例子 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原本是修圣道法门 专心送持法华经的 那么 后来 才念佛 送佛说无量寿经 可是后来由于 自己的一些挂念 认为自己业障重 烦恼都没有办法一心念佛 产生了恐惧不安 一直接触到阿弥陀佛的本愿 相信只要念佛能够往生 才笃定 他就欲之始至 而且坐着念佛往生 往生之后身体柔软如眠 所以 用这个例子来做代表 师父就要告诉大家说 只要一向专念 必定得生 所以要舍弃 杂心杂修 因为 只要往生的极乐世界 不是只有三藏十二不经 所有佛的智慧 你无不通晓 就像连池大师说的 全部的大藏经 讲的就是戒定会 他说念佛就是戒定会啊 何必询文竹字呢 我们只要念佛 就等于整个大藏经 要告诉我们的 念佛就包括了 所以你只管一向专念 要舍掉杂心杂修 才不会产生心计的毛病 另外 也要把这个居士 这个几个阻塞 你们要把它融化掉 不要觉得自己 业障重 烦恼多 妄想多 不能一心 把这些不安 这些阻塞都融化掉 你只要一向专念 必定得胜 这是这个例子 好 第五个心计 心计是什么 本来一向专念念的好好的 听到某一句话 听到某某人说 就失去信心了 然后就产生了动摇了 你的心就是心计了 所以师父也要举一个代表 来告诉大家 我记得这个代表 我曾经说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这是一个原本 也是学佛的人 他是一个卵巢癌的患者 他得这个病已经两年了 那么他学佛很多年 可是他的心很不安 他的心虽然学佛 可是非常的不安 他对于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他认为是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 他是处在这个状态 他一直到他要往生前 大概一二十天 他才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姻缘 接触到善导大师思想的 净土宗的开示 他原本非常的开心 因为他想 我的不安终于尘埃落定了 我只要念佛 阿弥陀佛决定不舍弃我 我决定可以往生 原本这个信心已经建立起来的 原本已经开始一向专念了 可是呢 就有人来探病嘛 就有某某人跟他说 哎我跟你讲 你你不要以为 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容易啊 他以前应该有抽烟 他说我告诉你 抽烟啊 你知道 你抽过的烟 那个烟雾啊 哎呦 会把你周围都照住 让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哎呀 还有我跟你讲 你烦恼这么重 业障这么重 你以为你这样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知道吗 这个讲话要另一人啊 你随便讲几句话 你害一个人不能往生啊 你知道吗 他就听到这么几句话 就产生心悸的毛病 动摇 开始动摇 怎么办 哎呀 对呀 我抽烟啊 我业障重啊 我现在赶快忏悔 要不然我怎么往生 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当你一旦不安 你的心不安 你就往生不定 不是阿弥陀佛不定 是你不定 记这句话 你定 阿弥陀佛决定接你 你不要自己心不定 不安 还好他有福报 怎么有福报呢 这个 这个时候呢 法师 有这个净土宗的法师 来到他的病床旁 笃定的跟他说 所以这种善知识 多么的重要啊 这法师的开始 也实在是太好了 他跟他说 抽烟 有没有妄念 跟你往生一点关系 也没有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在忏悔啦 你说你要忏悔 你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忏悔 你把你自己 安心的交给佛 你安心等佛来接你 就算最后 你念不出来 也没有关系 阿弥陀佛也一定接你 在这里师父 也要跟大家强调 只要你一心靠导佛 你相信 就算你最后临终 你心里念不出来 你都不要担心 阿弥陀佛决定接你 所以这个法师开始之后 他心就定了 他就很安心了 他有很殊胜的感应 什么感应呢 他在往生的前一晚 晚上十点多钟 他就见到了佛 他们的妈妈跟妹妹形容说 他笑得跟一个小女孩一样 好开心 他见到了佛 然后呢 很兴奋 到了隔天早上 就很安详地往生 阿弥陀佛就接走了 所以 这个心悸的病患代表 师父也要告诉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动摇 还有 我们要给大家助援 你要做别人的善知识 助援人家往生西方 成佛 千万不要乱说话 变成阻碍往生的人 那就糟糕了 对不对 随便讲几句 又没有正念 又不是阿弥陀佛本愿的话 让害别人产生心悸 然后不能往生西方 这不可以的 好 这个是第五个病症 以及这个病患的代表 说给你们听 第六呢 高血压心脏病呢 这个是 很多很想精进的人 那么 可是呢 师父这样分析 这个有这样毛病 能不能生气 也是比较供高的人 自恃甚高 哎呀 我 就像一般的人 你们这样想 在社会上的人 很多有钱的人 看不起没有钱的人吗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 我是大集团老板 我是多么有钱 有社会地位 对不对 一般的人是这样的分别 以身份地位 钱财来判断 或以学历 我是博士 你国中毕业算什么 那我们修行人 供高我慢 没有放下之前 心里也会这样哦 我比你有修行多了 你看 我深入京藏 对不对 我也会讲开示 我念佛一天念三万 你怎么跟我比 所以我们说 修学净土法门的人 一定要学阿弥陀佛的 真正的大悲平等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夜里凡夫 我们没有高下 我们都是仰赖 阿弥陀佛的旧把 师父跟你们也是一样 我也是仰赖 阿弥陀佛的旧把 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 任何人 我说这个高血压 心脏病的患者 你容易自恃升高 你容易给自己 很大的压力 你觉得我要拼个 一心不乱 拼个功夫成片 再不行 我拼个一天五万 这其实都不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 我们修学净土法门 一定要站在 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你就能绝对的安心 师父这里讲一个 前几天 我接到一通电话 这个人实在是 太吹捧我了 他是真心的 他不是说故意的 他说师父 我断定你 你如果没有 一心不乱 最起码你功夫成片 我跟他说没有 你念佛 你念一句佛的功德 跟我念一句佛的功德 我们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的功德都是来自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 没有任何高下 我说我也多么希望我能够有一心不乱 我也多么希望我功夫成片 可是很惭愧 没有 所以 第六个这个病症 师父要跟大家讲 不要给自己这些压力 还有放下那个 假的我 高傲的我 我们要学习阿弥陀佛的平等慈悲 我们跟任何众生 佛性都是相同的 我们都是 现在呢 都是业力凡夫 都是靠佛救的 是这个第六个病症 好 那师父刚才有说 我们净土法门也有急救啊 对不对 好 急救 CPR念佛基 电极 助念 记好了 所以念佛基很重要啊 念佛基不是最后才要念 平时放的念佛基多好啊 这个地方都是佛号 都是佛的加持 是最吉祥的 好 那么 为什么讲这样子呢 因为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些例子 你们也可以印证嘛 这个他尤其呢 他不信佛 不念佛 或是不 不是一向专念 非常需要 助念 还有念佛基的佛号 因为我们人会累嘛 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 一直在旁边助念 这时候还要靠念佛基 所以 我们如果要助援 与往生的亲友 怜友 念佛 就是最好的 你念佛 就要助念 念佛基 念佛 就是念佛基 所以这两个方法 记起来 好 那么我们讲了这些病症 那净土法门 健康的心脏是怎么样 血液循环通畅啊 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个 一直念佛 我告诉你 你不断不断的一直念佛 信念坚定 就是保持你这个血液循环通畅 所以呢 心脏保养的方法 第一个当然 念佛 万病总治嘛 你持续服用这一体药 哎呀 这就是最好的救心啦 救心丸啦 还有你要听师父的开示 或是纯净土宗的 这个开示 或是这个 说明的书 你看 前面都有这个例子 因为听闻到这个善导大师思想的开示 或者看到书以后 才救了他 对不对 所以 这非常的重要 这要持续的 去让你的原本 可能你心脏现在产生什么 心计咯 心计咯 赶快听开示 赶快念佛 把这个病给治好 对不对 现在心脏阻塞了 又开始业障 不知道哪一条业障 线前让你阻塞了 又想错了 赶快听开示 赶快治好 所以念佛 听开示 是保养心脏的方法 那么 师父最后要讲一个 健康心脏的真实故事 真的 这很棒 这是一个出家法师的故事 也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净土宗的道场 就是中国大陆的 这个净土宗的一个道场 他这个一个法师的妈妈 这个法师的妈妈 就是农村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 很一般 很一般 可是你知道念佛念道 我实在佩服的五体头地 我说 如果我能跟他一样多好 你相信他念佛 他一天只要睡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里打岔一下 我记得我们在以前的时候 这个 台湾有一个说台湾最大的美女 肖强 那是强调什么 他一天睡一个小时 然后皮肤很好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没有这个阿婆好 但阿婆念佛 念佛念一天 睡一个小时 他怎么样呢 他就整天都穿着海青 就一直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呢 他就念到这个 这个 晚上十二点 然后呢 就连海青都来不及脱 就躺在床上睡 睡了一个小时 凌晨一点 又开始起来念佛 然后家里有人来呢 他就南无阿弥陀佛 他不是说请坐 他是南无阿弥陀佛 他用手指南无阿弥陀佛 你自己坐 好 他有一天 他这个儿子 他儿子是在这个南方的寺院 当时在南方的寺院 他儿子呢 因为有感应 就耳朵呢 一直听到声音 有人跟他说 你要回家 你要回家 那他刚开始也不定 也没有下定决心 后来呢 接到他的妈妈 打电话说 你赶快回来 这样 所以呢 他就回去了 他回去以后 他妈妈就跟他讲 那个西方三圣来跟我说了 一个月以后 要接我回西方 你帮我料理后事 这个法师 在陈述的时候 也说的这个 很实在 怎么实在呢 他说 怎么可能 别人还不知道 我妈我不知道吗 我妈那个什么 什么样的程度 我不知道 他能预知十次 还一个月以后 要往任其他世界 他不相信 可是呢 母命难为 他说好吧 那他就跟他弟弟 去买了一块地 搭了一个草棚 因为他妈妈说 要往生了 那因为他们 在村里 买一块地 又搭毛棚 人家就知道说 哇 这个老吴萨 其实也没有很老 五十多岁 说要往生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大家 一听到说 他预知十至 所以他往生那天 来多少人 你们猜 八百多个人 场面壮观 不过这其中 有一半是好奇来 你要看 这样的人 真的能预知十次 真的能坐着走 还真的能就往生吗 好 那一天 那一天 在往生的 那一天 下大雨 哎呀 一般人都觉得下雨 大家都喜欢晴天嘛 发生的奇迹是什么 他不是买了一个地 盖一个毛棚 这个毛棚的周围 譬如说 他是没有说什么形状 就说那一块地 一滴雨都没有 外面再下雨 然后他妈妈住的 那个草棚 周围一滴雨都没有 好 然后老菩萨念佛 眼睛闭上 往生的那个刹那 太书生的瑞相 他说从这个草棚的 正上方的天空 直射而下 光 佛光直射而下 西方三圣 佛菩萨 陷在空中 这八百多个人 绝大多数的人 都看到了西方三圣 你说这个时候 这样能不信吗 所有的人一定跪在地上磕头 对不对 我很羡慕 我也希望我将来走的时候 能够 能够这样利益中生啊 希望各位联友 你们也可以 那么呢 除了佛光直射而下 西方三圣 现前之外 传来的这种音乐 这也不能叫天乐 这是西方的音乐 这个法师说啊 这音乐实在实在太好听了 无法形容啊 世间没有这种声音 所以就你看 这个西方三圣 佛光 然后音乐 这笃定正宁 他妈妈 他妈妈 就是预知许 这一个月前预知许是走的 就这样一个人 然后他妈妈 在他那一个月当中 有这样跟他讲 他说你知道吗 那西方三圣 之前就来跟他 跟他不是说要来接他吗 他说他来跟我讲话 讲了二十分钟 讲什么听好了 连佛说阿弥陀经都不需要 就只要念 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样还不够证明吗 西方三圣 亲口宣说 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就够了 难道你不信吗 这是一个健康心脏的代表 希望我们将来都跟他一样了 那这里师父做一个总结 刚才师父说了 你要知道我们念每一句佛 你每一念一次 南无阿弥陀佛 意念就是心里念 那念就是嘴巴念 你都得到佛的无上的加持力 而这个加持力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就是 冥冥之中不知不觉 佛自会为你安排为你宵夜 显现在外面的 就是有的人突然间自己可以吃素 突然间转变了不好的坏习惯 突然间转变的比较善良 突然间心中的欲结 心结可以打开 突然间比较能持戒 比较能粗持重戒 比较愿意断恶修善 这都是佛力加指 所以各位连友 这句佛号功德殊胜无比 只要念这句佛号足够了 包括三藏 十二部经大藏经里 所有要讲的这句佛都有了 所以请你们安心念佛 一心靠道佛 也祝愿 我们看到这部影片的这个连友们 都有一颗健康的心脏 都可以没有净土法门的 这些心脏病症 未来我们临终的时候 都能够蒙阿弥陀佛接引 都能够很殊胜的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相约极乐世界界 我们到时候成为永久菩提眷属 在一起弘扬佛法 一起广度众生 好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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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